《衹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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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建議 你的過渡的这件作品 是從哪一年開始做的 就是08年 08年那個展覽 也是為了那個展覽 就是在07年的時候 我老闆士邀請 說北京那個 這個它有個空間了 完了以後希望做一站了 那我那時候沒把握 我說如果我考慮好了 就是在大概是過年前吧 我說過年前我給你一個答覆 就過年前如果說有了 那我就決定做 如果說沒有那我也沒辦法 就是後來運氣還好 就都有了 你這個瓶頸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瓶子好像以前啊 我們就是這個瓶子啊 就是一個關於內容的事兒 就是有一點這方面的 就是這個 就它本身看上去那個形象啊 就是瓶子那個形象 就是它這樣的造型有個斜的 這個感覺呢 也特別像一個 有時候一個很呆板的這種 就是木頭的這個玩偶一樣的 就是有點那個感覺 然後瓶子我就是這個 已經注意很久了 就是關於瓶口 就是因為那個全都是那個沒有蓋兒的 就是這個我注意很久了 已經 我也不十分清楚 就是它到底有什麼確定 什麼東西吸引你的注意 就是瓶子本身 就是這種透明的 或者半透明的這樣的一個 基本上是透明的吧 有顏色的這種玻璃 玻璃我還挺感興趣的 因為這個 以前做那個圖片的時候 老是透過這個 可以穿透的這樣的材料 最後就發現水了 就是有一段時間我都玩水嘛 就是把那個水 當成它的一個鏡片 就是水的那個波紋 就開始改變一些 有一些折射 就開始有一些像濾鏡一樣的 或者是像那個透鏡一樣 玩了一段時間 我對那個透明的東西 反正注意很長時間了已經 瓶子它那個形狀 也是那個觀察了很久 也不是十分清楚 到底它裡面包含什麼 但是有一點就是那個空瓶子 就是它就是一個空瓶子 以前是隱隱約約的有 有這個感覺就是 就是裝東西的 它裡面應該有內容的 好像這個 我現在兩年過幾年了 你做的都是 就是單張的攝影 還是有 對 不能重複的 不能重複 都是單張 對 全都是單服的 這個 這個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當時那個 就是你 它很多都是 那個自然而然的 這個出來的 它因為它那個 那個圖片表面的 那個化學的東西 我老是要去碰它 完了以後 它就是 就沒法控制 沒法重複嘛 它因為它這個 都是隨機的 比如藥水多少 它的流向 它運動方向 它的時間 停留的時間 和它怎麼腐蝕 那個表面的那個營鹽 我都沒法控制 所以是不可能重複的 只能是單張的 所以全是你自己 在暗房裡操作的 對 那那個 那個展覽那個 我還是叫了去幫手 因為我自己 實在是太多了就是 完了以後呢 有些幫幫我手 有些大 也特別大 我自己一個人 也控制不住 那個時候就是 對 有一些朋友叫來 有一些就是 像李文他們都幫忙 我看到那個 就是展覽像大劍的作品 那個本身的 照片本身是做得非常精緻的 可是它的邊角啊 什麼就很毛躁 或者有時候甚至於剪錯了 或者有那種手指的痕跡 這個你是不是有特別的意圖 有時候就是這個 裝框這件事我始終就是那個 沒有一個很好的感受 然後我就是怎麼樣才能 就是特別看上去特別那個舒服 就是那個框子 觀察了有一些框子 怎麼怎麼看 怎麼不舒服 再一個就是 過去對這個四個邊 就是那個 有一點那個想去 有一點想去研究它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東西 總是一個是方塊 框定的 比如說有黃金分割率的 有正方的 比如6×6的 6×7的 6×9的 或者10×5的 這樣的一個尺寸的 但是它都是這個邊緣很整齊的 我們一般從 開始學繪畫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就是它的構圖 你下意識必須注意這個四個邊 就是你都參考完了以後呢 我們那時候老在說 一個構圖不能就是漏了 你的構圖上 你必須在這個邊上 利用這個邊來收住 圖片也一樣 後來呢我就發現這四個邊呢就是 是好像 為什麼我不知道 是怎麼成立起來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人的視覺過程裡面 那有一點我就是想 可能有一個理由 它就好像是一個參考 就是一個尺 尺寸 一個標尺一樣的 一個參考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這個 如果說是沒有這個尺標的 這個參考的話 會怎麼樣 所以那時候就是那個要看 那時候就做書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一些就是那個 殘破那個書的那個輪廓 那個邊緣 它的那個變化 那時候我就開始關注這些東西 然後到了這個做圖片的時候 這個邊我想試試看 就是它那個離開了這個尺標之後呢 會怎麼樣 但現在也沒有很明確的一些結論 只是有一些不同 但是你為什麼選擇鐵板做背景 這個跟那個就是安排展覽的時候 那個常用的那種方式也有關係 你比如說這個畫框如果說我 那個沒辦法來決定的話 就是你怎麼來上牆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那個條件 就是那個空間條件也是 你必須上牆 因為它中間那個圖片放在中間的話 如何來放 就是這個是一個非常棘手的一個事兒 就是很麻煩 就是想過各種各樣的問題 比如說魚線啊 從上面到底下怎麼來撐著 那個非常非常麻煩 而且你上去之後 就是如果說你不做成一個 蜘蛛網的一個狀態的話 你這個圖片就沒辦法在裡面成立了 就是就幾根線 你也隱藏不了 假如說你徹底能夠隱藏那些魚線的話 那也行 就懸浮在空中一樣的 這個沒法辦 必須用那個牆 所以說那就 還有一個就是那些圖片呢 就是它那個單幅 跟一個就是整個一片那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時候在那個工作室裡面 就是看圖片的時候 跟一個在一個展會上 或者一個空間裡面看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在展會裡面呢 就是把它給孤立出來以後 就是特別強調的 就是說啊就是給你看 我給你全部旁邊的東西給你濾掉了 然後就是 只是你專門看這個單幅的這個 這樣一個東西 人的這個準備不一樣 就是看它的這個心理準備不一樣 有時候你在突然在一個工作室裡面的時候 就是得到它的那個內容 就同樣的圖片 你得到它的內容好像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也我也想試 就是工作室裡面的那種狀態 就是看會有什麼 但後來就是做展的時候都太緊張 就是完了以後 你也沒辦法在那裡面 比如說就是發呆 發個幾個小時的呆 完了以後在裡面能夠得到什麼東西 那你想我們在溫哥華展覽 你覺得怎麼樣成立這些圖片比較好 這個後來就沒有特別的進展了 就是那個展覽之後 馬上就因為就是開始那個做別的事了 就關於這個展覽的這個事啊 就是過度這件事就斷了 斷了以後呢 就沒再繼續想到這個事 所以說我現在的就是那個感受 感覺還是停留在那個階段 就是你要說現在有更進一步的 有什麼想法然後我倒沒有 是不是我們還按照當時鐵板這個想法來做 這個可能現在只能這麼做好一點 你希望鐵板是表面非常光滑的呢 還是現在的你原來的鐵板都已經生鏽了 就是說如果要光滑的面的話 可能我們還是去重新訂做鐵板來比較好 那個鐵板呢 它好像是一個出廠的這個鐵板 上面也沒有那個比如說噴塑也沒做 全都沒做 就是一個就是比較一個底料一樣的 就是直接廠裡面出來了 就拿上去就用了 那也不是特別光 就是沒有拋光過也沒有那個 就是很自然的這樣的一個 壓光光滑 但是它上面有有油 所以你花了很多時間把它擦 對對對那個是對擦過那個擦過 但是我不知道比如說加拿大的和咱們國家的那個出產的鐵板可能會不一樣 這個我回去看一下它沒有什麼可能性 然後把那個資料給你發過來 我覺得出廠的這個鐵板就夠了 如果說它沒有就像那種油來污染這個圖片的話 就沒問題可以說 而且它本身那個顏色也沒什麼可挑递 因為就是本身就是一塊灰顏色嘛 灰顏色就是就是你不要仔細想它 就完全可以成立了就 那那個小的作品那一套作品 現在一部分在上海 也有一部分在北京 嗯 因為空間的限制 我們想把就是上海這部分拿去展覽 嗯 差不多有三十幾張 三十幾張啊 可以做一個兩組這樣拍的 嗯 你覺得 我那個當時展覽完之後 我就想這裡面因為當時在做的時候 就有一些是一些念頭就嘗試著 然後做 當時做的時候就是整個一片東西 我都混雜進去了 嗯 後來呢我就想把一些東西剔除 我就跟老人士曾經說過 我就是把一些照片拿回來 就是重新來弄 那一批東西呢 假如說是不是就是藏在那一堆裡面的話 就有點不太合適 所以就是有一些在裡面就是用那個 用強酸 就是用一些酸 那個腐蝕掉的 就是直接很硬的腐蝕掉的 在那裡面畫了一些形象的 那一部分我想撤了 哦 那個我看到 嗯 那個我想撤了 所有在裡面就是用酸化過的 都想撤了 那不就這麼小 小的 對 對 那我們就把那一批東西的圖像 最後整理一下 然後發給你有空的時間看一下 沒問題 我現在沒什麼事 可以 你發過來我就可以馬上看 嗯 好 那就這樣 好 謝謝 吉田 好